本右主義好,我們內部有許可程序是該檢討責任的部分是檢討責任 這我必須跟你們做說明 但是在我們工程單位,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既然開工動作了 所以我們必須相關的程序不然不管是都省的那個程序 剛剛理長講的或是大哥講的那個通廊的部分 該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 因為沒有這樣做,不好意思,我的許可我下不來 我見到我下不來,那相對的影響的絕對是我們的時間 所以我們必須按照之前的承諾,旁邊的規定,督審的規定,憲管的規定 遵守之後我他媽,依法行政才去做 所以我們會要求我們的廠商該怎麼做,我們就是要按照規定去做 不能說那個偷雞幕口這個不行 所以我這邊先做簡單的說明 那其他部分我們請,那個,PCM這邊先做說明,謝謝 各位喔 各位喔 請不要統達好不好 我們的意見都,都載明了,其實你去具體的回答好不好 你要統達嗎,那統達的你沒答 好,那我們一個一個來好了好不好 對啊,本來就這樣啊 剛剛孫先生所提的問題,有關之前的拆除整地部分 我剛剛有說過,內部我們會去檢討相關的責任的問題 第一個,第二個,整地換圖的部分,我剛剛有說過 圖一定要換掉,不然樹一定死掉 水一定要做好,排水一定要做好 所以這個部分我剛剛有說明是,我們的廠商也在現場 該依規定,該依圖說去施做,絕對要依圖說去施做 後來未來,文化局會來現場看 沒有過,公益處沒有過,我們沒辦法拿到使用執照 這個大家都知道啊,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有關那個救災空間的部分 我也直接跟各位回答 他的部分,在都省,在環民的部分 我們按照這個規定,因為這是消防局的規定 有關這邊1044戶,北邊是1044戶的 人命,生命才安全,所以這部分 一定要按照規定去做,不然的話 直到下不來,萬一出了人命 以後市政府要負相關的責任 這是我 不是啦,你那個到底設在哪裡啦 我們把那個位置打出來好了,來 你到滿到第五交通位置,宣導計畫這張 你到底設在哪裡啦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原先我們這裡有一條 原先我們這邊不是有一條路,96相當可以過嘛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的 在剛剛葉女士講的那個 被共用的地方就在這邊 這樣子 那後來我們現在這個也拿掉 所以到時候車子進不來 所以這一塊,這一塊綠地是一個完整的區域 這樣子 我們有四棟的大樓 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消防車能夠抵達的地方 就是這邊跟這邊 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消防車設計在這邊 那能活動的地方是在這邊 所以它就已經沒有共用了 就有按照你們的要求 我們就要分開 所以它就沒有共用 這樣子 我們的要求 是 是 為了區內的人好 因為你設在那個 我的喉嚨 你麥克風可不可以給我一下 受不了 你原來設的那個地方 你是不是隔了96相 然後設在那個北側 你那個雲梯車 根本就夠不到 你除非像美國的那雲梯車可以像直升機這樣飛上去 所以你設在那裡是不適當的位置 所以你現在移到這邊 我覺得你很明智 有智慧 肯接收一件 讚 讚 讚 另外 講那個樹木移植整土 對不對 那個換土 你現在看一看那個 那個土有沒有換過呢 你現在是不是把那個樹木已經移植了 那個一部分在那個靠大道路那邊 那是捷運遺址 那是捷運遺址 那是捷運遺址對不對 對 那個只有把種樹的那個地方 這個樹 它的下面 挖掉 換了一些土而已 旁邊的 那是樹是可以活 假設說 樹是可以活 你外面旁邊沒有種樹的地方 那是人要走的 那是小孩子要動的 那你有石頭 有磚塊 有鋼筋 有建築物的那個廢棄物在裡面 你都沒有動嗎 那你有什麼時候動呢 你現在樹又動下去了對不對 你怎麼去動它呢 我必須跟孫先生講 這個部分 工程部分 現在已經有黃昌來處理 那這部分 我們未來也有相關的建造單位 還有專管都現場會監督 那請黃昌回答一下 來黃昌 為什麼只有換那個圖 旁邊都沒有理他 之前那個不是他們做的 目前不是他們做的 那個建議公司做的 太好了 我們 都是別人的錯 都是別人的錯 我跟你說 你們都說 不是你們 可是對我們人民來說 就是我們家前面一塊地 那是台北市政府在處理 那你們內部怎樣 你們自己要去協調啊 你不要對著我們說 那不是我們 那對我們來說 就是台北市政府 那這位女士 他就住在那裡 你聽他說 看他有沒有看他換土 真的很誇張 我就是住在那一條巷子的 我從頭看到尾 那一久覺得我們電話 不知道打過幾通了 那到現在 你如果有到現場 你現在不敢說那些話 你說這些話 就是因為你沒有到現場 你要到現場你就看到 翻出來的那個樹穴 為了把那幾顆樹種下去 翻出來的那個土還堆在那裡 然後堆在裡面 你看到什麼磚塊 你剛剛說 如果土沒有換 那些樹就會死 你去看 那邊現在種了兩顆 超過五層樓高的大王椰子 我不知道它會活到什麼時候 你就看它一根一根的樹葉一直在掉 然後你就看它的樹葉 就一直在變黃 那你說等到什麼什麼 什麼文化局等到什麼什麼 對不起那些樹全死了 因為我們經過這麼多年 我們就看 原本在那邊的老樹 就一棵一棵死掉 然後剛剛在簡報裡面還說 會用它什麼覆蓋的 看它什麼原本的那個綠印覆蓋的面積 然後再補植 結果我們看到補植是什麼 一棵一棵的枯樹 是怎麼了 然後我也想問 五層樓高的大王椰子樹 那它覆蓋的面積只有那麼一點點 結果你到時候呢 是怎麼樣補一個 因為大王椰子樹 本來就沒有什麼樹葉覆蓋的地方 那你會補什麼來 我看到兩棵不知道會活多久 所以請回答 好 那我就先來和大家 因為我們環商很榮幸 有這個機會 來向各位臨民來做服務 那我們當然會百分之一百的 用我們工程的專業來服務大家 那我先跟各位先介紹一下 目前這個整地移入 我們還沒有開始做 因為大家看到的這個區域 是因為捷運施工 那捷運局那邊有把這邊樹移來這一邊 那我們要做的區 我們公司要做的就是說 把ABCDE 以那個我們38項為基礎 分藍側、北側 北側的樹就會移到這個綠帶來 藍側的樹會移到剛才AV這一個部分 那我們現在移的部分 就這個藍色畫出來的部分 我們目前會整個把有 就是大家有顧慮的方塊或一些飛漆物 我們會把它移走 全部會移走 但是有些可能受限於那個 既有樹的下 那個可能會影響到的話 可能有部分 那裡面有樹啊 現在那是丘陵地 對我知道 那個丘陵地會全部拿走 只要有那個 我們上面的錶圖還有垃圾圖 我們 他很深耶 他裡面都是耶 對,我們會把它挖走 我們有試挖過 對,我們有試挖過 兩公尺 到底有多深 我們都知道 我們已經挖過了 對 你們都知道怎麼下次練手挖過 沒有,這就是... 我們不得不說 我們現在工程單位 我們現在要進場 我們所有之前發生的事情 我們都該把它承受 你不是都市發展 對 那你不是臺平市政府嗎 對,所以剛剛講說 我們現在工程單位 我該面對的事情 我們都一律地往前走 該把它承受 那你上次講的話 沒有做到 然後這一次你又講 那我們怎麼可以一次一次又被騙呢 不是狼來了嗎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這位阿姨講得很大 你不要叫什麼阿姨 我沒叫什麼阿姨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阿伯,阿伯,你是怎樣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剛剛講說 我們既然要面對這個事情 進來進場工作 在做這個工程 我就必須去面對所有的問題 那今天就跟各位來溝通這件事情 是土跟水的部分 對阿 我們該換的我們一定要換 老婆,你真的是要具實回答 對對,跟你講具實回答 不然我們今天不敢坐在這邊 因為該溝通的該做的 我們絕對要做 因為剛剛講 除了說程序要走之外 工程面我們第一要 因為廠商好不容易找到 廠商願意全部把這個土全部處理掉 那剛剛講那個 蘇先生講的那個 給去的部分 那個責任的部分 該檢討的就直接 那該拆的部分 我們還是會拆掉 因為未來 我知道您講的那個捷運局的部分 您講是福一體 那我們該做的 未來還是整個公園都是 大家都在用 所以該處理的還是要處理 你知道嗎 剛剛不是說 你知道我現在面臨的狀況是什麼 蒼蠅一堆 知道有沒有聲音啊 蒼蠅一堆你能相信嗎 為什麼會蒼蠅一堆 因為那邊已經是黃土了 那所以 它因為下面的排水 因為它當初就是沒有把它挖乾淨 所以它下面排水根本我相信也是沒有做好 所以現在連日下雨之後 它那邊就是積水 然後就是水蛙 然後蚊子跟蒼蠅現在到處滋生 就是那一塊捷運移植局 那我不知道你們要怎麼解決這個 這樣好不好 我可不可以幫市政部回答一下 好啊 你明天找捷運局 把這個 對不起 你明天找捷運局把這個區塊 他們現在違法種植 或者是說違反種植的一個SOP 把它 你先讓我講完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不要在這個問題一直打轉 那解決問題就是 你明天找捷運局 那鄭公 你找捷運局來找我 好 你把這個具體的過程 要怎麼處理 講清楚 因為現在黃昌還沒有進去 所以這個捷運局放的東西 它要放這個地方 當時候大家是一個共識的 那可是它沒有處理好 你不能讓他們來承受 那沒錯 台北市政府是一體的 但我幫你們處理找捷運局 不管你是黃土 塵土飛揚 或者是黃土 或者是蒼蠅的問題 你找捷運局來找我 你們一起來找我 你告訴我怎麼做 那你把他們的資料留著 你不用給我 你給市政府 那必要的時候 我們解決一個SOP方案出來的時候 你跟這位先生小姐 這季亞他們聯絡 也跟里長說明 後面 把這下一次 開會的時候 把文化局也找來 把這個問題解決 好不好 那今天是禮拜五 那下禮拜 你給我們幾天的時間吧 我給你下禮拜五以前 把這事情 找來跟我搞定 說明 這樣好不好 這個問題這樣解決好不好 那後面未必繼續下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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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 剛剛講 現在 D跟E都有在開花 對不對 那我問你 我有聽到聲音啊 這聲音是假的嗎 這聲音是假的嗎 我再講一次 環境影響頻步的時候 已經有答應 說是要做 空氣污染 或者是環境污染的警司 所以你們在開工的時候 你們就要有 對不對 不是說你也開工了 然後人家反應了 你才做 我現在問兩個問題 到底是 市政府沒有跟你們講 還是市政府有假的你們不做 到底是哪兩樣 開工了 你都不做這些警告不要是嗎